字幕君 李宗盛 对啊对啊我剪头发了 我跟你说 剪头发80块 非币 等于多少你知道吗 等于多少 40几块吧 50块不到吧 50块吧 台币50块 现在还有50块剪头发的 菲律宾这个地方 其实菲律宾 你如果 物质欲望不高的话 这里是很适合你生活的 这里是很适合你生活的 这个岛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的 但是因为只有潜水嘛 所以拒绝很多外国人 我骑摩托车把这个岛绕了两次 这个岛板也蛮大的 骑摩托车绕一圈也要半天 五六个小时 所以这个岛并不小 但是我发现整个岛上 第一没有工业 第二点农业都没有 所以我就奇怪 为什么能看到一个种菜 种什么都没有 只靠服务业 只靠这些游客 所以菲律宾 但是我看他们过得很快乐啊 而且他们比一半 比中国人好很多地方在哪里 他们比中国人开朗 比中国人善良 而且他会跟你打招呼 跟陌生人会跟你打招呼 跟你笑 我在中国十七年 从来没有遇到一个陌生人 跟我打招呼 跟我笑 从来没有 因为那个国家就是一个 大家像家里有商事一样 大家像仇美国人 但这边的人 其实生活还是蛮快乐的 我认为他们 你如果说 如果说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的话 做一个退休人员 在这里真的是挺好的 我今天因为在海里 我泡了一天 我今天开始在海上练习 我发现我的臂器那些都过关了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太久没有游泳了 我有点怕水 所以在水中那种恐惧感 还没有完全克服 所以目前我正在克服这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会把很长的时间 都花在海里 慢慢克服那水的恐惧 我这个克服完之后 我让我其他训练就会很快 我就会很快 有一天我如果成为自由潜水的教练 你们不要觉得奇怪 我正在往这个方向走 在往这个方向走 我现在找一个教练 本来我那个兄弟 要当我教练生 我先去教授伤 这小咖啥跑到什么 泰国去学泰拳 教授伤 那回来不能教我 所以我现在找了一个亚洲纪录保持人 中国的女孩子 亚洲纪录保持人当我的教练 我在问她 我是不是你教过最老的人 她说对对对 很少有六十几岁来学自由潜水 尤其是台湾人跟中国人 白人有些老人 年纪大的还来玩 但是台湾人、中国人 华脸就很少像我们这样 这么老了 还要这么乐趣 不过我真觉得 状态蛮好 因为它 因为什么 因为自由潜水 主要什么 要调洗 调你的呼吸 就跟我们以前练的 打坐 练气功 其实有很多相同的道理 所以说 我这方面 我静态的训练很快 因为我一直有打坐习惯 我一直说 父式呼吸 对我那天教各位 父式呼吸法 我是觉得你们有空练一下 把父式呼吸法练好了 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 而且呢 你会在什么 哪怕你生病了 你都会比别人有缘起 你都会比别人恢复得快 所以父式呼吸是很重要的 我之前教过的 父式呼吸法 最后我可能会请我们 那个 可能兄弟最后把那个 自由潜水的 最后他有几个阶段 一个AIDA1 AIDA2 AIDA3 AIDA4 还有就是教练课程 我可能会把AIDA1 初步的 我们请我那兄弟 在我们频道上公开这个 就是公开交代 教各位这一次 因为那属于有调洗的方式 哪怕你未来 不学自由潜水 你把这个呼吸调好 我可以跟你保证 真的 你会年轻很多 真的 我那兄弟本来91公斤 现在才65公斤 一个皱纹都没有 包括肚子 整个肚子消下去 脸上也没有一个皱纹 这个叫我快50岁了 现在看起来 像30几岁40岁一样 真的 这个东西 我觉得挺神奇妙 所以有些时候 很多人说 要去干嘛 很多人要什么 要什么 医眉呢 要干嘛呢 其实我最后觉得 最好的整形 还是什么 最任性的修持 修行 而要找对的修行方式 你一辈子也没用 但我那么在呼吸 调洗的方式 我初步感觉很有效 我初步感觉很有效 我才没练几天 我觉得我脸部的皱纹 也在减少 你自己用胡思伴翔 是不是胡思伴翔 一段时间后来证实 我毕竟六十几岁的人 我也这样皱纹是正常 但现在我确实发现 这两天 这细纹在减少 我结果大的 法律纹好像有在减少 你说 哪有可能 你那么奇妙 有些事情就那么奇妙 所以你看到 我兄弟都知道 我最大的毛病 什么 我坐得住 睡得住 我坐在哪里 跟他聊天一下 睡着 刚才静下来 一不小心就睡着 我自从做了这几天训练之后 我整天这样精神异议 我直接生精神异议 我说我是干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年纪 来投入这个运动 我是真的觉得很好 他真的对人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又是我们中老年人 这种运动 好像目前都是年轻人在玩的 但我想把它推广到中老年人 不要害怕改变你的生活 你会重新找回你的青春 找回你的热情 真的很并 我是觉得很美妙 很妙 当然我等我这个学好之后 我们会有一整套的计划 到时候再跟各位报告 很多朋友说不要那么担心 不要那么担心 各位你没有发现 为什么拿影政治人物一直在出事 比如徐晓鑫这些人 什么白影的公子这些 为什么一直在出事 你要了解这些人 他们是没有理念的 如果你是这个政治有理念的 你不可能去呼应中国 所以这些人是结合 利益的结合我看到 只要是利益 他就有什么 我等待 利益就有冲突嘛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 齐晓鑫顶囊 我那个人 其实蓝莹的人 真的你最后你会发现 这些人是一个很没有格调的 一些团体 所以现在如来如来 问题越来越多 我们就等着看 也许真的靠司法 不能这么说 反正我不知道 蓝莹现在 利益绝对多数 这个噩梦要怎么过去 现在赖清德 他应该也有感受到这个问题了 他的国安团队应该就那个 应该会开始做这些事了 我是希望 赖清德这个时候 动用一些国安的东西 国家安全的机制 不会有人怪你 那你不要管那些清空舔空的 他们怎么讲 他们反弹有用吗 整体的台湾人 会支持你的 那这个努力部 你不走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代价的故事 这阿里晋云 就是他们闹到那什么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现在不是在跟你闹而已 这是要颠覆你整个国家 颠覆你国家怎么办 就倒戈之外 在国会重新选举 但是这样不一定有效 这是台湾选择不要冲突 要和平转变中国派的代价 留学转型 就不会有这种后遗症说的对 对 上帝很公平的 学是珍贵的 用珍贵的东西换来的 后遗症大大的减少 不过最近也有种感觉 我最近有种感觉 台湾的民主自由 真的可以收缩一点 不必要给他们这么百分之百的自由 因为这当中有太多敌人的渗透 你如果像美国这样 美国民众党共同党 他们在怎么闹啊 民主党共同党 他们在怎么闹 他们没有人要卖美国啊 他们只是理念不同 这样闹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 哪怕他们冲撞国会 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啊 但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有一个阴谋家 一个敌人 虎视眈眈 应用各种阴谋 要破坏你 所以台湾 现在用一个动员看乱自己 很奇怪吗 我也觉得不奇怪 最好就是没办法处理啊 蔡英文也不该处理了 因为他要做一个太平总统 他要给历史留下定位 称为说他是最民主的 他是最民主的总统 我当然承认啊 蔡英文所做的一件事 我都知道啊 我的认同问题是 台湾有没有资格 这么民主 因为你对待敌人仁慈 就是对待自己惨 这件事情让 你蔡英文 你博取一个 民主总统的美名 但是台湾人民的惶恐 台湾人民的不安 谁来买单 是不是谁来买单 对啊 没来借的宣布借的啊 沈柏洋籍的法案被蓝白否决 这个我们知道啊 多啊 现在很多共产 国民党共产 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 已经予取予求了 这样民众呢 跟他复合嘛 是不是 开始全面来罢免这些人 有没有效果 对啊 台湾没有调缺太民主啊 就是这样啊 是啊 美国爱国医师啊 美国人再怎么样 他也不会说 我把美国党共卖给苏联啊 是吧 所以那种国家 你就不用担心什么 但我们不是啊 我们有一个随时 要摒吞你的二郎 而这个二郎 他已经没有压齿了 可是他还要想尽办法 用我们 从我们内部 去瓦解我们的 结果 结果我们明明看懂了 却我认为 你只能启动国安 马上抓起来 不行啊 你们敢怎么样 因为我认为 亲共的是少数 并不是整个南影都亲共 我们要这样看 如果不是整个南影都亲共 只有少数人亲共 所以这种通敌的人 给予严惩 我认为 不会有任何问题 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有 如果出来抗议的人 就表示 你也是跟共产党同一路的 我们是什么 抓匪谍 我们不是说什么 不是什么打击异己 是抓匪谍抓通敌的人 抗议效果不大 你让我抗议很容易 我们随着可以去 我问你是抗议效果不大 效果不大 对啊 没有错啊 Angela你说到时候 国民党一定会说 民进党违反宪法 赋予人民的自由 所以我说啊 现在就是什么 戒严啊 因为敌人这么虎视眈眈 你凭什么有自由 这个问题 突然感觉到很恐怖啊 没想到他们 明目张望到这个程度 傅谍己这个人喔 我跟傅谍己你不动他是不行的 傅谍己这个人是他很敢 他很敢 所以你看他从 可以从花蓮的妈的国王 花蓮的王国 就表示这个人 这个人做事情是一个人 很敢冲的人 所以只能以法律 戒严法来的 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要修我们的法 他是为谁修的法 大家都很清楚 是吧 而台湾民众党五十一 台湾民进党五十一是立委 守不守得住 要怎么表决了 你就输了 因为现在不是差一票而已 现在民众党就是差九票 就是因为他有绝对多数嘛 所以王沪玲才会开始做动 用这一套 王沪玲还是 董贞还是有一套 他确实操作的比以前送汤 还要细致 还要细腻一点 也就是说台湾现在面对的一个统战高手 以前我还觉得说台湾的大权他一样出手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漂亮的动作法 现在你发现不一样了 现在动作有 现在他动作有点大了 台湾国内还在乱烘烘的 兄弟们这么大事 大家都没有感觉到 现在国内还在什么 那么就洗小心 要么就柯文哲 要么就统神 什么的 一大堆的问题 这些东西其实 严格说起来都不动 交由法律就好 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精神浪费在这个上面 因为有太多震惊的事情要办 很多人说你也不能这样讲 那什么什么社会正义功力都不管了 也不是啦 台湾有一定的社会高度 比如说你要统神 统神他第二个频道 第二个频道也被禁了 这个事情考不好玩 其实你就知道说这个社会还是有正义功力的 那不是想要这样 其实统神他讲话 他每次讲一次就说 我这什么17岁又什么364天怎么样 他表示说 意思说 擦一天就有成 就不是未成年了 怎么样 到底不是这样 各位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给忽悠 法律就界定你未成年就是未成年 但是你一把他当作差一天成年 你跟我销 问题是现在发生问题 连12岁都敢残害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见农于现在的 文明社会绝对农不下 所以也让台湾人了解一件事 世界现在是对这种犯罪是绝对不容许 连提都不敢提 我现在提都不敢提太多 因为这个事情 油管会把你疯掉 你只要讲这个他就会把你疯掉 所以有些东西 你还是要知道世界的 现在世界的文明的发展 我们所有的什么 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 都是因为共产党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想说 台湾是不是在限制一些自由 因为这些自由可能会 会什么 伤害台湾的国家 但是普世价值永远都不会变 就是这个道理 很可笑 黄子佳的问题 黄子佳没什么事捅神 被打了皮股腰流 对这个世界了解不够 现在就是因为这样 自媒体时代 一个没读书的人 他随便两句话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出名 也可以出名的时候 这个人无缘无故 平白无故他红了十几年 突然就因为他的口无遮拦 把自己毁掉了 这样的人他最后会真的 我听说他还有三个孩子 你要养 他本来在网上骂骂人 就能赚钱 这些他头疼 这些头疼 谢谢 在美国随便关了三十年 这个合同法 至少给台湾人一个教育 有些东西绝对碰不得 绝对碰不得 统成这张铁国民党 2028年代金得就很稳了 现在这个反而不是 2028年的问题 现在是人家全面的要什么 要渗透你 你说土石价值基础有受到挑战 任何时间都有受到挑战 现在没有挑战没有比较多 只是说现在的资讯比较流通 所以你会觉得 我认为世界的实际根本基础价值 一直都守得很好 我是这样认为 八年国会过半 蔡英文没破例太软了 檳榔科是菜的杰作 这个我都知道 蔡英文做了几件措施 他当年也帮了黄果昌 蔡英文也帮了黄果昌 也帮了柯文哲 但是这个东西 算了不去说了 事后输葛 没意思了 在当下可能那是一个对的战略 在当下那可能是一个对的战略 那后面黄果昌跟柯文哲两个 背叛他们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不能全怪蔡英文 这当时 当时民进党真的没有人可以选台北市长 所以与其让什么 让年生很选走 那不如什么 不如帮柯文哲 谁能想到一个说自己是228 受难者的家属的人 会邪恶到这个程度 会邪恶到这个程度 完全没有办法 不过今天我跟朋友讨论也是对的 蔡英文这样的人 也许在这个阶段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因为台湾开始科技转型 需要一个很稳健很平 很稳定的社会 台湾这样的社会环境 世界各国才会来投资 如果不是这样 世界各国的 全世界所有的科技 没有一家没有在台湾投资 包括黄仁勋也在台湾还要设 黄仁勋也要在台湾设什么 设全亚洲手作的研发中心 黄仁勋在台湾设他的手作研发中心 他意义是很深远的 是很深远的 首先他可以因为黄仁他不是什么 台湾的两奈米是有运用到黄仁勋的AI科技 所以到两奈米之后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变得异常的复杂 但是导入黄仁勋的AI系统之后 台湾的两奈米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算很顺利 你看耐心早就已经卡住了 五奈米那个时候他已经进不去了 往前进不了 台积电在两奈米还有进不 还有很快的 在两奈米这个世界已经研发的很成功了 跟黄仁勋的AI是有关系的 所以黄仁勋他在台湾设研发中心 第一可以就近的跟台积电配合 因为他的芯片 他的芯片已经是台积电帮他生产了 他帮台积电做的AI也可以就近的沟通 所以又 为什么ASMO全河南 ASMO是河南之外唯一的分公司就在台湾 这个道理 黄仁勋也是这样 所以说 世界所有最顶级的科技 都要到台湾来 因为这是一个群聚效果 这个群聚效果 所以如果你看懂科技 你对台湾前途无限的 无限的乐观 但你又看到政治 你又开始蒙上一层阴影 这个事情到时候 搞不好是不是要美国出手 是不是要美国要出手 因为这个中共介入台湾的立法院 甚至未来有可能介入台湾的总统大选 这个没有我们老大哥出手 台湾真的很难做 所以呢 像我们这样每次做节目都这样 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所以好听一点 台湾未来无限光明 这个确实是无限光明 只要政治上不要台湾守住 不要被中国侵劳 台湾确实是无限光明 但在政治这一块 我们有一群的敌人的内应在台湾 其实我跟你说 如果赖清德现在动用戒严法 还是什么的话 我认为很多科技 科技戒人会支持 因为他们也不要老是在地缘政治上 地缘政治的风险上忧心 一次解决 对这些科技公司他们也好 我常常都在担心这个事情 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好事 我们的赖清德 到底他这些事情 他看到了多少 他的国安团队看到了多少 很多人说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过滤了 我真的希望是我多滤了 但是这两天我确实是 为这个事情感觉到很难 几度不安 沙丁肯你说你认为美国大选会出手 我也觉得 美国现在为了大选也交流浪耳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美国也没有那么多心事在管这些事 如果美国现在不是他 给了台湾六七百亿的那个补助 美国人你看到没有 美国人布林肯讲什么 我们的今天检查过中国 人家问是不是包括台湾 他说对包括台湾 所以我们在美国布林肯总统 布林肯的嘴里 在美国拜登的嘴里 台湾是我们 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偶然 他以前有没有说以色列是我们 美国对以色列够好吧 他也没有说我们 但是我说这个跟我们讲的日俗 台湾是美国的干点这一块 又回到这里来 很多事情他是有 跨美国人的反应 其实他是已经超过盟国了 他对台湾的所有作为 也是超过对盟国的态度 你会觉得大大小小的事 都给你想好 都给你那么好好的 我认为美国对美国家 从来没有这么用心过 所以从这些大环境来看 其实台湾还是非常乐观的 两个乐观两个悲观 那就是这样 他是乐观和悲观同时存在啊 看你台湾人怎么做啊 你让人乐观的继续发展 让悲观的压抑 把他压制到萌芽阶段啊 台湾就成功啊 就是这样啊 这跟台湾在不一样的 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真的是两个两线在发展啊 一个往天堂 一个往地狱啊 这两股力量一直在拉扯 一直在拉扯 希望更多的像我们这样清醒的人 共同出来为台湾奋斗下去 这样的话就让这些啊 往地狱拉扯这个力量啊 把他阻断 那在台湾叫 永久太平 说的很简单啊 其实要做也很 你要轻做 你敢做 你愿意干 我觉得也很简单啊 把这些东西 他要修我们的反渗透法 我现在就用渗透法 先反渗透 把国安法先把你抓起来 免得你把我修了这个法 我还没有余法无拒 就是这样而已啊 在敌人动手之前 比再先动手 事情就解决了 你晚一步可能就是什么 可能永无葬 这死无葬身之地 好不好 组合物那个东西不可能啊 那是方舱 他们中国方舱拆下来的 你敢用啊 那里面都要堵的东西啊 台湾不需要组合物 台湾组合物很多 笑死人 中国拿这个组合物干什么 台湾有多少灾民 这次地震也就几个大楼 有什么灾民 干嘛有组合物 这都是表演在演戏 你知道 就是国民党在那边 在那边 跟着他偏偏起舞 你看 清醒的人占50% 阿西做40% 不知道 严格说起来 到底清醒有多少 我不知道 以前觉得说 力赢的人都是清醒的 力赢的人数量超过蓝眼 但这一次你看 这次选成这样 这次选成这样 我的这个认知 我自己都 不是太肯定 中国哪有什么组合物 就是方舱医院的那些材料 其实我们的疫情不胜 不是特别严重 我们台湾可以处理 你来 不需要你 总共才倒了几栋房子 台湾政府也怎么处理不了 中是红海 中是红海 南海策略才是经济发展 其实台湾今天的经济 跟着文明国家走就好 我们讲恩多次 千万不要太高怪 要不然你不要走 不要走韩国的后城 我觉得台湾 台湾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哪天如果国民党选上总统 他开始亲中了 美国对待韩国那一套 台湾再用一次 你台湾就垮掉了 你有指定了我跟你讲 因为人家 现在晶片复苏 复活的很快的是日本 美国它永远 可能会有一个UBI的 一个预备的 韩国被打趴了 他赶快把日本扶持起来 台湾你不听话 好 我把所有技术灌注在日本 日本还自己原料那么好 日本成为世界唯一的晶片强国 有没有可能 气坏嘛 你台湾如果再这样乱搞 你看你会不会变这样 你让你的盟国不放心嘛 那我干嘛把好东西丢给你 所以不要让 我一直讲不要让台湾变成韩国 不要让文在寅这样的人出现在台湾 不然你就真的皮皮皮白得硬 你看韩国现在真的无所适从 你看看 隐熙岳他真的很想改变这个 这个国家的命运了 但是我认为他目前已经有点晚了 有点晚了 所以他一直做那么多事 隐熙岳做那么多事 你就会有效果 其实我还蛮同情隐熙岳的 蛮同情 他是真的要把韩国 旧韩国 但是我认为经济很难 他经年跟中国是贸易逆差 我已经讲过了很多次了 你知道中国卖到韩国最多的是什么 为什么韩国对中国贸易逆差 因为中国把低阶晶片就卖到韩国去了 中国你不是晶片大伯 韩国现在是干嘛 他晶片大伯是因为他做了高阶 他中低阶的成熟性他没做 所以他这么多家电汽车要用的经验 都是从中国输进来 所以他最晚 被中国割韭菜了 但是他自己高阶又做不好 这次他看起来的地方 韩国现在真的很可怜 高阶的在台西电 摸到张罗罗 他高阶被台西电彻底的粘压 我昨天讲了 魏哲嘉在美国讲的那些话 台西电已经彻底了 三星粘压 第一阶的在中国粘压 你说这个国家会死还是不死 所以说会不会 这个国家是不是很危险 台湾人们的减快是人家 真的 你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国家 你至少不要给这个国家造成什么 造成危害 所以只要政治继续安定下去 台湾是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所以我就说 时间到了 我们就不要讲太多了 时间太长了 后来会觉得 听得很累 你还是最后那句话 台湾有一股向上的力量 往天堂的力量 有一股把你扯到地域的力量 台湾人怎么去 怎么去抗拒这个 扯到地域的力量 而这个力量现在正在崛起 自从大选之后 立法院他多数之后 其实他们就已经把这一套 都已经设计好 都已经设计好 所以现在开始 开始发动攻击了 也很厉害 因为賴清德还要 还要继续一个月才上任 你想蔡英文现在会处理吗 别说了 你想希望蔡英文会处理 那你就 你会失望 不要讲太多蔡英文的事 但是这个空檔是 他们找到最好的时候 他们找到一个很好的空间 台湾人民怎么去扛下来 怎么去停下来 看是要什么 要示威游行 还是要发动霸免 新玩起变 未来可能 我们人民必须要有动作 否则可能你一会没复制 好的 这个颜先生 175内谢谢 傅昆琦紫行是 甲镇兴花粮观光之民 行销農产特产之民 是要密谋某些 对啊 我都说 密谋某些死 哪怕有没有 你不會不會不吹聽 我就說他就是要 國民黨多數的東西 保理國安無法嘛 這我孟子講了嘛 希望國民黨 國民黨黨控的立法院幫忙處理 大家一定看清楚中國 只捐組合物 只效使 組合物是 我問問你啊 人家組合物是嗎 一大堆災品才要組合物 現在台灣才幾棟大樓 你們幾個災品要怎麼組合物 靠前這個組合物 組合物從中國運到這邊 運費不是比在台灣做還貴了嗎 是不是 而且我就說那是方商醫院的那個 拆下來的材料 沒有意思啦 但是我就說 這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他就是為了搞掉台灣的國安無法 什麼反射動法 那些要重新修 就不光是年金的問題喔 現在年... 他年金要... 問題還是最小的問題 好 好 大家看看 這兩天如果有什麼新的資訊 大家再來討論 但是如果真的走不下去的話 該什麼 該流行示威 該罷免都要開始了 嘿嘿嘿 自由潛水教練 我真的有可能愛心 我真的有可能會成為自由潛水教練 因為我繼續練下去啦 繼續練下去啦 我覺得不光是這樣 以後如果我把我的計畫 如果開始執行 我再跟你們講 未來我... 我會把我的人生過得更好玩 更開心啦 更有樂趣一點 反共還是要樂觀奮鬥 開開心心的反共 這幾個我常常講 任何事情喔 兵來降黨水來吐煙 沒有什麼了不起啦 該幹就幹 沒有什麼可怕的 命一條而已 我們這人已經活夠了 這一輩子已經活夠了 共產黨你來 我跟你幹到底 我一點心理壓力都沒有 我跟你講 我甚至有在想 你要來就趕快來 不要再拖了 一下子 一次把你共產黨給打趴了 今天啦 你相信我 他如果敢動 台灣直接宣布獨立 習近平他承受不住啦 哪怕是什麼 他打台灣絕對打不贏 因為每次在這裡 他一打台灣就宣布獨立 我問你習近平怎麼對公國交代 如果台灣在習近平手上宣布獨立 因為你發動戰爭而台灣獨立 你又拿台灣一點辦法都沒有 習近平一定是什麼 被五馬分尸 這種心話 他的政敵已經一勇而上 把你爭吞活潑啦 你一嘴那麼多人啊 殺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開什麼玩笑 多少人 他有多少敵人啊 是不是 本來大家都還找不到破口 你把台灣搞丟了 所有的力量都一反擊 他承受不住 他怎麼會不知道這個道理 這個家伙什麼本事都沒有 就會鬥爭啊 他當然知道鬥爭 鬥爭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任何人跟你講說 什麼2027、2029 我告訴你 都是在放皮 我到今天都不相信 沒有那個本事 好不好 有本事這樣就打了 好啦 謝謝各位啦 時間到了啦 鄭曉豪70塊倒楣 好不好 我們早點休息吧 早點休息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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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